Zither Harp Looking for you How I sing her to think for you 万物复苏花而为你盛开 心脱明为你留白 无名不为谁阻碍 我要把你救回来 大家好我是豪斯先生 今天带大家来一个桃园 我觉得很厉害的案子 它算是蛮有特色 我现在人在桃园成功路上 今天要看的这个社区叫做 和辉国家美学馆 基本上来说 我们这条路的话 就是一个算是林蔭大道 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这里很像那个 我以前在台北敦南成品 就是我以前大学放假的时候 都会去的那个地方的那种街景 就是这种 路不算大 但是就是两边一排都是林蔭的 这样的感觉 然后我对面的是桃园农工 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北科复工 那国家美学馆 基本上来分A区跟B区 那刚好我现在人在A区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一间B区的房子 那我就想说 边走边带大家看一下 关于这个房子的整个的感觉 那其实和辉啊 这个建设公司 对于很多人来说 其实他并不陌生 他算是一个 蛮有品牌在桃园啊 在网路上我看到一个封屏 叫号称林富屏的建商这样子 那走在这个林蔭大道的感觉 就是一个我觉得蛮舒服 然后像这样阳光 从这个绿蔭间灑落的感觉 我就觉得在这样子走路啊 放松其实是蛮舒服的 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国家美学馆 它分两个区 一个是A区 一个是B区 A区就是面城公路的这个地方 B区会是转进去这样子 那这条路一直下去 其实 位置上来说 我们这个地方应该可以说是叫做 桃园前站的概念 也就是说这里 一离桃园火车站大约就是十分钟的这样车程以内 对 那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接壤的 包含像往龟山方向 然后算是在桃园东区这个位置 那前面是地方税圈区 对 那我们慢慢走 它这个走在这个路上的感觉其实就很好 那它有人行道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住宅区 这种市区有人行道的感觉其实真的还不错 然后 慢慢走 然后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个 B区的位置 绿印真的很美 好 刚刚我有先去申请过 B区有个好处啦 基本上B区就是 呃 独立的 然后在这个巷弄之间 其实我很喜欢这种像这样的感觉 就是有一些 旧房子 然后左右两边有绿印 这真的很像台北那种 呃 一些街景的感觉 好 然后进去房子 好 进来这个区域的感觉就长这样子 就很典雅 就很典雅 然后往那个方向就是在车道的旁边是那个垃圾集中的部分 这是我们刚刚看的A区的部分 好 那我们进到里面 这个是一层一壶 然后 有两只梯这样子 一只客梯一只货梯 好 你看货梯超大的 一个十多十四年来说这样的维护这样的社区的感觉 其实算是相当的不错 然后你看进来的话 他就是一只梯然后两户这样子 好 然后我刚刚已经打开灯了 我们进去看一下房子 进来的话他就是设计一个玄关的位置 然后鞋柜放在这边 然后我们进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进来先看客厅 哇 这里面采光超级好 其实真的不用开灯的话 你看这个客厅到餐厅的位置 其实可以想像我们坐在客厅沙发这样看一下 外面的窗景其实很美 对面就是学校 然后你看前面就是我们刚刚走的这个人行道的位置 然后你看前面就是我们刚刚走的这个人行道的位置 好 我们坐在沙发上感觉一下 我们刚刚从那个地方进来 玄关的位置 然后进来的话 这也是客厅 然后他做一个 你看这个是头萤幕 所以其实 他到时候下来的话其实还不错 然后这是 餐厅的位置 他餐厅他有做一个小阳台 其实也不小 他是蛮大的 这个观景阳台 其实他这个阳台还蛮大的 其实他这个阳台还蛮大的 对啊 说真的可以站在这个阳台这样子 俯瞰周围的景观 然后刚好今天天气还不错 昨天刚好下过雨 今天早上有点云 好 那像这种 这么大的房子啊 基本上 我们今天看这一间啊 包含他的这个 因为我们这样一层一户 然后两只梯 这算是非常低调隐居的概念 那这个这里是他的厨房 Liber的冰箱嘛 利伯嘛 然后洗碗机 烘碗机这标配 然后三口炉 然后洗手槽两个 加上一个中导的吧台 你看这样的设计 这个厨房真的很厉害 好 那我们看一下后阳台的部分 后阳台除了放四外机以外 他就是晒衣的空间 四杆的晒衣空间 然后往后走 他 右手边这个是逃生梯 然后在最后面这个地方 还有一间 有开窗的 然后他还有装冷气 应该可以说是储物间或 就是当佣人房的位置 好 那我们 回到房子 看一下 从这个客厅 到餐厅还有厨房 在整个工领域的设计 其实 就是很大气 那通常我有发现 其实在一些豪宅他们有习惯 就是他们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 在乎就是 传统 比如说像 神明厅 所以神明厅的位置 其实对于很多 买这类型的也是一个在乎的 那他刚好这边有设计一个神明厅的位置 然后就是人家讲的后面靠墙 石墙 然后有对窗 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对 然后他这个神明厅它是可以坐在 这个可以收起来的位置 可以隐藏起来 对 那我们现在 从这个主要的客厅 到 走过来 往私领域的方向 那 左手边这边是一间 呃...卫浴 一样有开窗 然后 右手边呢 他设计一个 像这样的书房 你看就是 你看就是它其实风水其实讲究的 很到位 你看神明厅对外有窗 后面有背靠墙 背靠墙后面没有厕所 而是一间书房 而且也没人睡 其实 设计的是真的是不错 然后这个地方设计了一个 就是 算是小客厅这样的设计 那分三间房间 那我们就一间一间这样看 好我们先看这一间 这边 刚好这个位置 刚好是可以越过前面的旧房子 那那个是运动馆嘛 然后采光真的还不错 那整个 房间里面的大小 床啊 然后整面的衣柜 然后甚至 看一下 卫浴 这边 干湿分离 然后开床 很舒服很大 第一间 然后第二间的部分 这里 一样 一样 跟刚刚的格局 其实是雷同的 双蚊床 加整面的衣柜 那这系统柜的 设计 其实花纹是一致的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但我看很多 其实在设计它 就是会交错 它这是整面的 凋零室冷气也做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哇 这浴室好美喔 好 那我们 穿过 看最后一间 这个就是 主卧 main room 很大 King size 放完 然后旁边有一间 更衣室 更衣室的维护也是很好 包含放 首饰啊 领带 而且它分男女的 这样的设计 然后我们这样看一下 哇 整个更衣是不是很大 超级大的 然后过来这次主卧的 这个 微浴 免制马桶 面盆 然后干事分的浴缸 然后一样有开窗 哇 真的是不错 你看这三间套房 假设一对夫妻两个小孩 那两个小孩到大 有自己的套房 这样的感觉其实真的很不错 那以屋框的维持来说 我看包含它的 地板的大理石啊 或者是木地板的部分 我刚刚走在上面 我个人觉得只要简单维护 基本上它可以恢复到 非常好的状态这样子 那今天也很荣幸能够跟大家介绍这间房子 那待会稍后我有一些个人的一些小小性的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最后再环顾一次 哇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豪士先生 那今天很开心可以带大家来看这一间 在位在桃园东区 算是非常知名的 算是也可以以 呃 算是桃园来说是 很好的建商 然后也是品质盖得很好 然后 也算在地很有名的 就是和辉的国家美学冠 那关于这间房子 我觉得今天这样子 带大家简单这样导览 我相信 呃 眼前的你应该会觉得说 哇 这间房子其实真的设计的很人性 包含就是它的 整体的规划 那 一路从 呃 我刚刚从成功路这样子 慢慢的这样走过来 其实优缺点 其实 我跟简单跟大家分享 那 我讲缺点好了 那可能很多人买 这种社区大楼 他就是希望说公社很多 然后 呃 最好是物业管理是很豪华很高档 这样子 那 其实反过来说 其实有一派的人是不喜欢 把管理费拿去做这些公社维护啊 做 呃 很豪华的这种物业管理 所以第一点关于这个事情 其实是因人而已 那因为我们这个户数少 所以它的 本身的先天条件的设定 就是一个 非常闹钟取经 因为我们算是从 呃 大陆转进来的镜像 这样子 那至于公社基本上是没有啦 那但是 基本的 白斑保全跟 呃 刀垃圾服务是绝对有的 那 我们这样子 一层一户 那一只一户 两只T的这样设计 真的就是 算是 豪宅的设计规划这样子 那我们室内的屏数 也是近百屏的 规划 那如果你讲第一个缺点 可能是跟传统的那种 豪华型的 豪宅的公社比来说 这个可能不是 呃 一般人想要 但相对而言 他的管理费也降下来 因为他户数少 但管理费又不会太多 这也算是 就是缺点中的优点吧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传统来说 桃园东区的发展上来说 他不像像 一文特区那种商业区的这种 繁华热闹的感觉 我反而是在一个 呃 像比较像林家女孩般 就是我们就是在这种 林荫大道旁边的 然后 离整个市中心都不会太远 那这种感觉 其实算是蛮朴实的 所以 有些人买房子啊 他就很在乎说 呃 就是一定要买到什么 最最最最最最蛋黄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 就是一个纯粹以住的部分的话 还是要牵涉到 你的个性跟你传统的想法 其实这边真的很像我 大学的时候啊 我很常去那个 那个台北敦南的成品 好像现在也熄灯了 那的那个地方那种感觉就是 很美 然后很安静 车流量说多不多 但是走在旁边 其实感觉很美好的这样子 那 反过来说我就讲关于 我觉得看到这一间的优点 其实他的优点就是说 他楼层也不差 他刚好在中间楼层 那 警官也不会太差 算是面树梢再更高这样子 那整个采光并没有被遮挡 然后整体的规划他是 等于是四面采光 欸扣掉梯间的话 基本上是四面采光了 那 呃 每一间都是规划 三间 就是每一间都是规划套房 就是三间套房 加一间佣人房 的这样的设计 其实对于现在的小家庭 你想要居住的空间是大的 但是 又不影响生活的空间 还保留 就是神明廷的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还真的蛮不错的 那第一个我给的 本质上就是说 我给他的整体规划是很好的 那第二个就是 他的整体装潢 他的用料其实是蛮扎实的 包含他是食材啊 然后我看他木工订的那个线板 其实 呃 没有什么公差 然后整体的物况维持 算是非常好 这样子 这第二个 那第三个我觉得 以这样的设计来说 呃 买这样的房子 我觉得一定会牵 牵涉到思考就是 价格的部分 那你想一件事情 在单价30万 以下 在桃园市区 可以买到什么样的房子 基本上是很难 在英文特区 现在动辄20年的房子 也快30万了 可是在这边呢 以这么好的建商和徽 然后这样的规划 单品单价大概在30以下 那他的可能比较大的部分 对于比较大的抗星 可能就是因为他频数很大 170多 所以换算起来的话 他是开价也到了4680 可是你认真去除他的单价 他的公设不会比较高 但是他的单价却是相对低 所以我觉得如果以CP值来说 我是非常推荐这间房子 那当然像这样的房子 在桃园区真的也不多 因为你去想室内进百坪的房子 算一算大概就是二十几间的大楼 有机会有而已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对这间房子有兴趣 也欢迎来电或者是预约上午 那我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那谢谢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